哈喽各位亲 我是飘在日本的娜娜 现在在上野的一个网红火锅店吃火锅 然后没有预约嘛 不过没关系 一进门也是一个大姐 特别热情的迎接我们 就把我们引到一个没有预约的空位上 所以运气还不错呢 然后这个大姐呢 中文很好 日文好像不太好 因为听她接电话的话 可能也不是很容易 其实很多人在日本生活 可能十几年都不太会说日语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你也知道日本的这个环境 一个人生活都没有问题 出行什么的 很多都有日文 有中文的服务 英文的服务 就是不用太会日文 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出什么紧急重要的事 一般还是生活挺滋润的 然后今天吃饭之前呢 当然又是和同事一起出去看了一栋楼 是独栋的投资公寓楼 这个楼特别适合投资和想拿身份的人 因为有好多人说 在日本能买房子就移民吗 就是说单独买一套房子移民还是挺难的 但是如果你有移民的打算的话呢 你可以在日本成立一个公司 用公司的名买一个独栋的公寓楼 这样的话呢 你就有收益了嘛 就是有经营的主营业务 可以作为你的计划梳理重要的一部分 通常这样的话 就是很容易拿到经营管理签证 为什么是独栋的投资公寓楼 不是单套的公寓呢 就是说你这个楼投资以后 可能很大一部分是需要出租的 出租来换租金的 这个租金呢 是要满足你在日本的开销收入 能够覆盖成本的 而且在日本开公司嘛 至少也要请两个人嘛 要给当地的税收贡献呀 要不然人家干嘛给你发经营管理签证呢 是不是 如果买的这个房子太小的话 这个钱不够自己生活 不够去雇佣人工的话 那是很难维持签证的 你知道拿经营管理签证特别容易 一分钱不投 也有可能拿到经营管理签证 但是呢 一般只有一年的有效期 一年到期以后是要续签的 续签的时候才是个问题 可能第一年没有盈利 日本人会觉得说 刚创业嘛 没有盈利很正常 但是后面每年都不能盈利的话 人家就觉得你没有这个经营的能力 以后就不给你发签证了 这个才是经营管理签证最难的一个问题 而且更麻烦的是 很多人是带着孩子来日本的 那如果家长的经营管理签证悲剧了 孩子也只能跟着一起回去了呀 这个对孩子的前途来说 可能是个影响 所以说呀 如果是买一栋投资公寓楼的话呢 基本上就不用担心 差不多能保证续签的这么一个程度了 像我们刚刚看的那栋楼 就在御图丁上野的旁边 位置非常好 周围的商业环境特别好 肯定不筹租 从这儿走到上野也很近 因为这边发展的太成熟了 很难有这种新建的建筑 所以这个建筑还是相当难得的 而且总价也不算很贵 两亿多日元 差不多和1200万人民币 如果是想买这栋楼 来办理投资金管理签证的话呢 贷款的话 大概准备个五六百万的投金就够了 而且这栋楼的投资回报呢 预定大概是4.5%左右 其实也还可以 咱还不算将来的房产的增值收益呢 而且这块地就很值钱 所以性价比还算是比较高的 非常适合投资 不但适合单纯的投资 也适合拿经营管理签证 那如果这样的话 北京一套房 换东京一栋楼啊 全家移民 这样是不是听着 还挺靠谱的 而且就是说 日本啊 因为它不是移民国家 所以呢 就是只要你来日本 入境以后 办了再留卡以后 就可以开始享受 当地的福利政策了 不用等 而且呢 就是如果拿到永住以后 十年拿永住嘛 快的话 可能一年或者三年 拿到永住以后 也没有移民间 如果你回国的话 想长期不回日本的话 也没有问题 提前做好 再入国的手续 只要保证 在留卡在有效期内 就可以了 特别容易 而且日本 入籍比申请永住 更容易 一般五年就可以入籍了 相当于小学 二三年级的 日语水平就可以了 主要是简单对话 说清楚怎么回事 也就成了 其实来日本的门卡 还是蛮低的 生活还是挺滋润的 胖 看我好像都吃胖了 戴上围裙 立马就胖了 吃那么多 不胖才怪你 日本离中国又近 两国之间 来来回回的走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往返中日两国 那也是相当容易的 照顾国内的父母 照顾国内的生意 维护一下 和国内的亲密朋友 客户的关系 只有在日本 才能做到 这么随心所欲吧 很多人对日本不了解 可能是源于 一些历史原因 但是很多人了解 日本以后 就觉得真的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 润的地方呀 今天说了这么多 那就看大家 有什么想法吧 日本离中国这么近 可以提前考察一下 现场情况 如果在日本 想投资一栋楼 也是一个人生大事 所以还是需要 提前规划一下 好好思考了 觉得没有问题了 再行动也可以 好吧 今天就先介绍这么多 有什么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哦 如果觉得我这期视频 还挺有意思的话 欢迎点关注转发 还有点赞呀 那就这样咯 拜拜咯